我想是我們國為農使,農國金針之爺,就是光明,也就是光明。 我們,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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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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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楊明書屋 楊明書屋 坐落於群山之間平函台地上的洋人的書屋, 本以七星山作用沙漠山, 又高大墾山,前套廣闊的台北墾地。 淡水河於內前歪移而過, 絕佳的地理位置,形成龍寒虎聚之勢, 經營天下之下。 越名中心邊管的楊明書屋, 位於楊明山後山公園上坊, 本來是一個廣漫的森林公園, 早期曾經是同一間露營場所。 楊明蔣公下日清聚草山行館避暑之時, 常來這裡散步, 甚至於這個地方, 在盛夏之際兩爽一人。 所以在明閣五十八年, 在這裡興建中心邊管。 只是蔣公在台南最大, 也是最後的興館。 蔣公在明閣五十幾年, 協同夫人遷入, 作為遺暑與接待中外貴賓的場所。 賢館附地廣約十里公頃, 除了中心邊管鎮館之外, 還有多棟特殊建議。 其中鎮館為兩層樓房, 後續堅固的外牆, 採用於森林一致的草綠保護所。 再加上賓館四周的環狀警衛行手步道, 標堡, 鋼廳, 衛銷, 以及銀售等完整的防禦工室, 使於中心邊管成為一座安全的堡壘。 其他特殊建議有, 文工機要, 市衛, 參謀, 文書, 通信人物人員, 以及警衛清潔人員所使用。 行館內還有三座大庭人, 進入陽明書屋左側是三森公園。 人物正為寒多, 茂密昌脆, 並保有優美的直皮風貌, 成為許多野生動物, 當成為七十歲的野, 是蔣公相近自然的好地方。 右側是梅園, 中有蔣公最喜愛的梅水, 還有龍國, 杜鵑等絕栽。 四個四季的變化, 表現不同的風情。 後花園則是蔣公與夫人最喜歡散步的地方。 雙雙地影, 常與秀麗景之心不悔悦。 當年蔣公又常在持開慰餘, 特別於項目十分, 祝福人類欣賞飛行, 為生活添添情緒。 民國六十歲年, 將軍崩世後, 中西公館一直空置到民國六十八年, 才由中國兵黨黨史會集館, 改稱陽明書屋。 並將黨史資料, 與總統府新奧史之大西港代集中存放此處。 直到民國八十六年, 陽明書屋完成階段性功能之後, 由中國國民黨, 捐贈移交給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經營管理, 以重現中間公館時期原貌為原則。 經規劃整理後, 於八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正式提供遊客參觀, 讓民眾得以親自穿梭在 蔣公館年最喜愛的生活空間, 進而揭開這位風年人物生活的神魅園場。 中興賓館是由榮公處常見, 進度師為黃瑪瑜先生, 並由蔣公親自參與設計中興賓館。 燈館主體建議於民國五十九年玩關, 是一個坐南朝北的兩層樓中國庭院式建築。 門窗造型主序, 正門市穿囊, 營造出優美濃動的空間。 燈館正門前方, 竟有間鋸地鞋與組合工的照臂。 門內是雅致的中國式庭院, 栽動有茶梅, 桂花, 班陰宗主, 羅漢松等多種象征奇祥, 如意, 富貴的之物。 而庭院四周, 匿以觀陰室的回廊, 是蔣公與天散步的地方。 美麗的宮征, 更為賓館莊典古藝。 珍庭兩側, 各有一株兩層樓高桂花, 具有桂客陵門、 富貴陵門之一。 賓館內部空間, 具有活動快幕門板隔間, 與舉木地板搭配米白色地毯, 再加上木製的仿古精緻家具, 使中心賓館顯得格外尊重典雅。 另外, 屏風與壁爐是賓館內常見的設計。 壁爐為冬天取暖所用, 新柴取自森林公園的相思樹, 屏風則是由大陸玉、貝殼相聚而成。 而長寿花、壽桃、海域中心土路、 麒麟木雕、 以及陶瓷士平等擺設, 都是各界競贈給蔣公的卸禮。 中心賓館一樓是蔣公辦公及接見賓客的場所。 正廳為來訪賓客必經之處。 蔣公與夫人曾在此欣賞電影。 而東客廳是蔣公積蓋外國元首許捷的場所。 西客廳會被接見本部部長將領的地方。 蔣公辦公室內便在門口靠牆攜擺一張桌子, 有助於蔣公從遠處或者不同角度觀察來人。 至於蔣公細查部署的應援哲學有關。 蔣公室內並掛由蔣公與母親王凱夫人合照的聖母圖, 以及王凱夫人畫像, 代表蔣公對母親的追思與懷念。 蔣公園有一個西式餐桌, 為宴請親朋好友與家族聚會的場所。 蔣公每次宴客必親自排座。 中午多半請吃西餐, 晚上坐請中餐。 黨史會時期, 金國先生也曾在此地深入毛凱夫人慶祝百歲紀念日。 二樓是蔣公與夫人的四人生活起居空間。 正名為蔣公夫婦任餐之處。 蔣公平常最喜歡吃寧拖蒜子、 銅蒼肉、魚以及醬瓜。 而四周牆上所牽四幅噴沙玻璃化作, 來源自於夫人所惠的竹之四季風情。 這是夫人的畫室。 蔣公仁自民國五十年左右, 拜了黃軍壁大師洗生水。 鄭曼清大師洗花貴。 用藝術充實生活, 豐富人生。 昔日蔣公常陪伴夫人做畫, 家庭情深, 傳為佳話。 過她, 則為夫人畫畫休息, 與閱讀書道的地方。 畫室後面的洗禮台, 是為夫人做畫而設。 另一邊是夫人的衣物間。 夫人卧室, 緊鄰蔣公卧室。 夫人習慣晚睡晚寫, 是為財官喜歡明亮。 而基督是兩人共同的信仰。 耶穌聖上前, 為蔣公夫婦祷告之處。 卧室中並成立有夫人所謂的, 梅蘭竹菊四君子圓形畫盤。 夫人灌洗室內附有地毯, 並擁有法式家具, 及先進衛浴設備。 蔣公卧室中靠床的兩把長椅, 是蔣公起身時稍作歇息, 與穿衣之處。 而當年蔣公使用的衣櫃, 也仍然保留至今。 從蔣公平日所穿的衣物, 可以深刻展示到, 蔣公節儉不實, 又念舊的個性。 書房中原有的版社, 在蔣公過世之後, 已經收拾乾淨。 先由家具, 為蔣公當年, 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總裁半天室所使用。 蔣公好讀全書, 每天都要經讀一段經史或學案。 對於歷史、 哲學、 戰略的世界名著, 更是礙不釋首。 書房前, 有開闊的陽台, 是蔣公早晚靜坐養生之處。 安靜台視野遼闊, 可靜觀沙茂山、 大屯山、 西新山, 又可以遠眺觀音山、 淡水河以及關渡等地。 邁進當前, 令人鮮惶身影。 二樓正廳旁的展示室, 在中心盯管時期是客房。 孔強西夫人宋矮林女士, 是唯一駐國的貴賓。 現在一間, 展出蔣公女夫人去各地巡訪, 以及推動新生活運動的記錄照片。 一間, 則展出蔣公夫婦求學時期, 及家族的生活照片。 還有蔣公求學時的筆記, 與聖經每批手稿等資料。 中心盯管地下室, 是房屋避難場所兼儲藏室。 下兩側各有可以通往外界的地下通道。 是為了安全跑樑所做的特殊設計。 當時會時期, 會來存放蔣公正總統檔案, 俗稱大西檔案的地方。 由於蔣公滿年許多生活行蹟的陽明書屋, 自移交給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之後, 才精緻導覽發誓, 對參觀民眾進行環境教育與人玩教育。 不僅讓民眾見識了蔣公的生活風采, 更讓民眾在蔣公生活過的空間中看到歷史, 看到藝術, 看到美景, 也看到蔣公與夫人的生活風符與文化。 陽明書屋將與時並進地顯現它的意義與價值, 成為結合人文與自然, 將具知性與感性, 而且具有現代歷史意義的參觀經典。 更將成為臺灣這些土地上的珍貴資產。 中文字幕包含著名字幕包含著名字幕包含著名字幕。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